19点58分了朋友们啊 这有一个朋友有一段文字挺好的 他说中国愿意向俄提供军事援助 这种消息都被放出来了 好像是媒体哈英国还是美国的媒体啊 就等着中国默认了 美国一如既往的采用公布情报的办法 就跟前一段公布啊 说48小时内俄国要入侵乌克兰 而且在入侵前差不多半个月 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向全世界公告 说俄罗斯可能要打乌克兰 并且让美国侨民赶紧离开 不仅仅是乌克兰还要离开俄罗斯 是吧 那么过几天正式的结果 大概全世界可以看到了 接下来的一两周将决定强国 这个强是围墙的强 指的中国啊 接下来一两周将决定强国 这一两代人的命运 若承认了啊 我承认我就是给俄罗斯军事援助 我们哥俩 我们爷俩 我们父子俩 我们祖孙俩 我们就得绑一块 那么长期制裁和大半个地球的孤立 世界上稍微像点样的国家 是吧 包括什么 我估计啊 什么菲律宾呀 马来西亚呀 新加坡呀 是吧 泰国啊 韩国 日本 整个欧洲 加上整个北美 加上中南美洲的很大一部分 甚至个别的非洲国家 啊 中东国家 我觉得都会制裁中国 从上次141票 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 这个力量对比都看出来了 对吧 是很严重的后果 下一次打开国门 不知道要等待 等到哪一代人了 说的我都挺悲伤的哈 悲哀呀 说体制们 体制内的长老们 就各个红色家族 是吧 各个副国级 正国级 是吧 江派 团派 啊 军方 是吧 这个民主派改革开放派 对不对 这些贵族们 啊 这些军方高级将领们 体制们 体制内的长老们 就不敢反对吗 仿效当年的抓死人帮 啊 说 别等俄罗斯的长老们 先拿下普京 说可以偷偷搞啊 就像在公海上跟朝鲜的船 交换货物的办法 只有卫星能看见 说如果要回到毛 那种封闭落后的时代 那还是让普京扔核弹 互相报复 毁灭世界罢了 说自己死好了 为什么要连累别人呢 改革开放2.0的版本 早就做好了压力测试 妥妥的闭关锁国 国内一多半的老百姓 不在乎回到过去 真要闭关锁国了 骂娘最厉害的也是这一多半人 我怀疑现在中国大规模的封城 封小区 封村 就是在做压力的测试 看韭菜能忍多久 能忍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那我就不回国了 爱咋地咋地 说你不为在强国的儿女和资产们担心了吗 说这一届的核心里边没几个在外边的吧 再说已经是核心了 什么都有了 他不在乎 他有吃有喝啊 说门框都没有了 门框都没有了 哪还关得上门呀 多少领导的家属在海外呀 他们会让关门吗 关国门吗 想多了吧 说肉身在国内的 肉身啊 本人在国内的 预备学习武器制作 野外生存 徒手格斗 各种保命的技能吧 说趁着钱还当钱 先去买辆自行车啊 别问我为什么是自行车 说我提前购买了几部水货手机备用 以后估计买手机都难了 我还准备了一张无月租的国际移动电话卡 有人说啊 这次啊 中国不要军事援助俄罗斯吗 有人说 这不是中国和俄军啊 中国军方和俄国军方 不都辟谣不承认了吗 有人说了 怎么可能承认 是吧 有人说我肉身没出墙 可千万不要变成朝鲜 说但是制裁中国比制裁俄罗斯难度大多了 估计美国要犹豫半天呢 说让我非常焦虑啊 非常焦虑 说特大好消息孤立孤立啊 国际孤立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 在执政一百年两百年 他们根本不会在乎别的 他们只在乎江山 说魔幻终于变成了现实 说千万不要和毛子捆绑在一起 说如果忍了 那中国的制造业就惨了 赶紧切割吧 说这是跪着生和战着死的问题 然后也有人说 这种等级的冲突影响不了什么大事 和国内的粉红朋友讨论中共的贡献 我说唯一的贡献 就是改开后 开了条小缝 让一部分人逃出来了 说太惨了 到国外啊 当洗碗工啊 在强国生活呢 又被拐脉拴在铁链子上 做性奴啊 我说太惨了 我说太惨了 我说太惨了